我想民党当局无论做什么样的小动作 都没有办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样铁一样的事实 我们知道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其实你不论叫什么名字 比如说你在单位上 你比如说你可能是李局长 你比如说你可能是张处长 你可能是王总 但是可能过了年回了家之后 你可能就是铁袋 你可能就是翠花 但是无论你叫什么 你还是你 你的血液里流的血 你的血脉 你的身份的属性是不可能改变的 所以民党当局不断的在这些 比如说航空公司的称呼 故宫博物院的称呼 去做这些小动作 事实上没有办法 也不可能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的事实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点是 我们看到其实民党做这种事情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过去就做过很多 比如说在故宫博物院的这个问题上 我们知道民党过去就不断的在故宫博物院里面 去塞一些新的东西 后来也搞了所谓的故宫南院 也在里面去搞了一些所谓的亚洲艺术的展览 请问 那个地方现在有多少人去看呢 说实话 故宫博物院最有价值的部分 就是在于它有很多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大家其实都在看这样的东西 而民党当局不断的去搞这些所谓的这个去中国化的这些小动作 最终其实民众用行动表达了对于他们这种行为的这个鄙视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虽然搞了所谓的故宫南院 搞了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亚洲艺术展览 其实最后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去看 所以我们说一千到一万 民党当局做的这些小动作 最终只是增加大家的笑料而已 它没有办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样一个铁一样的事实